大家好,H&A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 关于金玉珍的生日派对 有一个神秘的举手机的人 大家都猜测是宋江 毕竟宋江可是专门从自己粉丝 见面会议急忙赶来给老婆过生日的 首先金玉珍更新的生日照片 大家从眼珠子的投影 看出来这不就是宋江本人吗 还有就是宋江的手型横向 注意看宋江最近硬拿手机的方式 两根手指在侧面的摆方角度 也跟那个拿手机的手对上了 后手指长度指甲盖等多出雷同 总之就是很像就对了 所以咱们不妨就做个大胆的推测 基本上是妹妹硬死的那张照 就是紫色毛衣江给他拍的 江在白天给妹宝生日惊喜后 晚上又去蹭了妹妹团队 给他过的那个生日派对 那个拿着放了妹妹这张硬死照的手机的人 就是我们宋江本人 这俩人的糖真的是甜到不行啊 宋江最近更新了照片 照片上帽子后面的字符是 E1722 这个数字非常有深意 撒他22岁那年就偷偷喜欢上了17岁的他 是的 宋江和金玉震相差5岁 与恶魔有约 堪称是近期人气最高的剧集之一 在亚洲各地都掀起追究热潮 而剧中 宋江是拥有致命魅力的恶魔郑九元 金玉震则是恶魔般的财发继承人杜道锡 郑九元因为一场意外失去能力 而仅有杜道锡能够驱动他的能力 两人因而展开了一段结合契约恋爱 先欢后爱的奇幻浪漫史 与恶魔有约开播前 就因为金玉震及宋江的高颜值组合 引起外界高度期待 播出后 虽然剧评极为两极 但宋江和金玉震的爆棚CP感却很吸睛 两人同框画面令人赏心悦目 互动斗趣又火花十足 而剧里对两人感情线的描写也很细腻 铺陈循序渐进 也藏有很多巧思细节 让许多人都被宋江和金玉震这对 使下最火红的CP给圈了粉 同性出生的金玉震 小时候赢在拥抱太阳的月亮 展现纯熟演技而知名度大开 成年后转的云花的月光 便利点星星也十分热门 而金玉震去年合作宋江主演 与恶魔有约 在剧里掩活冷漠傲娇的财阀女 杜道锡 演技生动细腻 将角色演得灵动又可爱 再度收获高人气 今天就来介绍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原来金玉震被看好 成为下一个全职贤 而且亲姐姐也是演员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四岁童星出道 今年22岁的金玉震 是在小时候陪子子参加舞蹈比赛时 获得最受欢迎奖 而被星探挖掘 于四岁时拍摄广告出道 也因为她清新可爱的魅力 获得不少喜爱 从此以童星身份走上演艺之路 各年金玉震出演了电影 DMC非武装地带 开启了她的演员生涯 活跃于电视电影界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饰演宋慧桥 韩孝舟 韩家人等童年时期 九岁的金玉震 凭着与年龄不符的出色演技 陆续出演了多部 韩剧女主角的童年时期 像是电影 《黄震一》中 饰演宋慧桥的童年 《一志梅》 《童一》中饰演 韩孝舟童童年 《德善女王》里 《山世景》 及《风之画师》的 文景颖等 自然灵断的演技 深受大众肯定 不过说到金玉震的童年代表作 绝对非拥抱太阳的月亮莫属 最终金玉震饰演女主角 许燕玉的《少女时代》 展现出精湛 且不输给成人演员的演技 获得无数好评 不仅收获超高人气 更获得了当年MBC演技大赏 最佳童心奖 即入围第48届 白响最佳新人女演员 正式替金玉震打开知名度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下一个全智贤 2016年金玉震合作 嫖宝剑主演古装剧 云化的月光 在剧里饰演女扮男装 以那时身份入供的 恋爱咨询专家 红罗温 这时的金玉震穿上古装 看起来又鲜又美 不断引发热议 剧集播出后的回想也非常好 让金玉震成功 以这部作品 转型为成年女演员 之后金玉震陆续主演了 先热情的打扫吧 便了一点新兴两部作品 从剧中可以深刻感受到 金玉震真的长大了 青春中又散发出成熟魅力 越长大越美 也因为金玉震的优秀演技 和独特气质 常常会被人称赞为 下一个全智贤 为了发展非常可期啊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亲姐姐也是演员 而金玉震在家中 年纪是最小的 还有比他大三岁的子子 和大五岁的哥哥 三兄妹的外貌气质非常相像 且金玉震的姐姐金颜真 也于2017年 在演艺圈出道 以演员身份出演了 网络剧 全职单恋视角 3.5 让人不禁感叹 这一家人的金玉震 太强了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曾和朴宝剑 郑永 郭冬燕 一起吃掉十人份大餐 之前拍摄云花的月光时 男二镇永也曾爆料过 自己和金玉震 朴宝剑 郭冬燕 曾一起吃掉十人份的 排骨大餐 金玉震当时还解释说 因为真的太累 吃完后才发现 好像吃了超过十个人的量 更戴萌问出 四个人应该可以吃到十人份吧 让大家超超震惊 金玉震也曾表示 自己不管情绪是高是低 都很会吃 不会为了女演员的身份就忌口 还说到 他私下和朴宝剑聊天时 大部分都是在聊美食 因为两人都很爱吃 每次开会 都是编读剧本 面吃东西 两个人真的都是吃货无物呢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私下兴趣是钓鱼 金玉震曾在访谈中透露 自己私下喜欢钓鱼 还会和好友金萨伦 一起约出去钓鱼 而今年金玉震出演综艺 《带轮子的家2》时 也在节目中和主持群一起钓鱼 钓鱼时金玉震还急性哼出钓鱼曲 就像在念钓鱼曲一样 展现出活泼可爱 充满元气的魅力 让许多观众看了都被圈粉 关于金玉震的七件事 红天机造型引发热议 金玉震搭档安孝谢 孔明 郭世杨 共同主演的红天机 金玉震在剧中饰演性格快活 活泼美丽的天才女画师 红天机 也是她时隔多年 再度演出的古装剧 剧集播出后 金玉震的绝美古装造型 在当时也不断引发热议 金玉震真的太适合古装了 一边看会一直被美到 而宋江是今年崛起的新生蛋男神 也完全是慢改剧专业户 宋江当时在喜欢的画景象林中 因高颜值受到瞩目 之后主演的Sweet Home 也引起了超高话题 人气更上一层楼 隔年宋江又接连出演 如蝶翩翩 无法抗拒的她两部慢改剧 并在无法抗拒的她 掩护又坏又帅的朴彩燕 让许多观众都陷入宋江的魅力 仿佛撕开漫画走出的高帅外形 谁能不被迷倒呢 让宋江长了头角的是这一部 宋江一演员出道两年 首次与喜欢的画景象林 担任男主角 合作金索炫 郑嘉兰 故事以令爱玲APP为主轴 只要喜欢自己的人出现在半径10公尺内 令爱玲就会响起铃声提醒你 宋江在剧中 善夫二代 黄轩无 和金索炫有很多的互动都超甜 且金索炫和宋江 身高也很搭 站在一起超级配 两人CP感非常强 男帅女美 很多观众都觉得 金索炫是目前和宋江最配的女演员呢 这次宋江则在《与恶魔有约》里 饰演江月财团理事长郑九元 实际上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200年来不断找人类签订契约 享受着永生 剧中 九元个性高傲冷淡 瞧不起弱小的人类 但其实有着喜欢吃蛋糕的亲民萌点 有时也很傲娇幼稚 每次和道西斗嘴 以及情不自禁 对道西心动时都会变得很可爱 宋江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还特意减重了十几斤 不得不说 宋江的颜值真的是很顶 今年冬天 最爱的就是恶魔了 有时不知的 真相 有时不知的 并不知的 我们不知的 不知的 好 好 好